要建一个新的专案 在这一个上方你会发现 它预设是什么 是Java的 因为我刚刚讲过 这个环境本来是开发Java 我们只是加了一个Python的外挂 让它可以开发Python 所以你请记得 第一次请你用Other Other里面一定会找到PyDiv 其实它的外挂就是这个名称 PyDiv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什么 Python的Python 所以如果你要开发专案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专案 然后专案底下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package 你在package里面产生模组就可以了 我们程式就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记得步骤都固定的 一先建专案 专案PyDiv的project 下一步 第二的话 我们要建一个project name Name的话随便取的 也许我们叫test 或者你可以取别的名称都OK 然后它会放在哪里 放在你的workspace里面的下方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开发的版本 也许你用最新的3.6 不过应该理论是3.7 因为这个外挂可能比较久 它没抓到 另外的话 底下请各位多选这个 叫createSRC SRC的话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空的目录 一个package 名称叫SRC 然后按finish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 你就new一个PyDiv的project 名称取一下 然后呢 这边改一下 再来最重要这里 createSRC 按finish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建专案的动作了 OK好 然后把它finish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了 然后把它开nore好了 OK 然后你会发现呢 在这边有个新的专案 专案里面会有一个那个SRC SRC应该就source的简写 那以后我程式要写哪里呢 就放这里 所以你请记得 再来如果你要建一个新的程式的话 那请你按右键 在这边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这边没有吗 other 一样找到PyDiv里面 module OK 所以记得 反正呢 这个第一次只要做一个project 底下以后的话呢 都用什么module 模组 你要写程式的话 它的单位一定是一个模组 把这个模组怎么样 放在SRC里面 所以记得在SRC 按右键new一下 然后把它nest nest之后的话 那名称叫什么 也许我们今天的话 就是Python的第一个好了 P1 OK 然后按一个finish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的 然后package空白 直接给它一个module的名称 叫P1 P1 finish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开始写一些东西 这些no cancel 直接呢 它会怎么样呢 这边也cancel 要不要template也不要 都cancel掉 好 那程式的话就写在这里 那我们刚开始写一个简单的程式 比如说呢 A等于3 enter B等于5 然后呢 Ans等于A加B enter 多一个 多一个 不了一个 然后把结果print出来 printer 不过你会发现 Eclipse 优点是 你打个P 有没有 print出来 你不用全部打 enter就可以了 然后print什么 print answer 好 这样子程式打完了 应该够简单吧 应该之后 打什么吧 就是把3 放在A里面 所以特别是 我刚刚讲过 不用额外宣告 也不用定义 那他怎么会知道 这个变数 应该是什么形态 反正你放什么给他 第一次 比如说我放一个数字给他 一个整数给他 那在A里面就是integer B的话呢 也是放个整数 它就integer 那把它相加 做printer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要把它run 要怎么run 特别注意 我就 如果我要执行它的话 上面会有个run runs 有没有 好 你把它按下去 然后他会问你说 你要怎么run 我要用python去run它 因为我刚刚有设定python的路径了 所以他就知道说 我用python.1.11 把这个module放后面 直接帮我run看看 如果说你刚刚没有设定 你run就失败 但如果你有设定的话 OK一下 你会发现 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8就出现了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3加5嘛 printer出来放在这边 OK